地礦 哈囉大家好我是Hammu 好的來玩這款大鬧天公之猴王歸懶 他是電影IP 改編的放置RPG 先跟著他點啦 開啟遊戲之後就登入一下就直接進來了 那遊戲測試時間是我看一下 9月15號上午正式上線 已經正式上線了 還有還在測試 這邊要幹嘛 因為我剛剛在看別的頁面啦 好沒什麼劇情喔然後 就讓他自己打 小心一點點 打到這個應該是那種LOGO LIKE吧一些BUFF吧等待刷新 穿裝備 穿裝備一下 目前為止我們只有這個孫悟空嗎美猴王 這個動漫很久了耶 這中國動漫 大鬧天宮 很久了我來查一下幾年了是不是三四十年前 1961年啊天啊1961年到現在已經 70年是不是 1961啊 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 大鬧天空 The Monkey The Monkey King 這部以前電視上好像有演過喔 但是那個對我們來說年代太久遠了 就那個畫風沒有很喜歡啊 就只是知道啊很像在看以前那五六十年代那種迪士尼卡通有沒有 有的還是黑白的 我沒有現在很多迪士尼卡通都重置過我了 你去那個 買那個 迪士尼頻道 迪士尼頻道那個 那個 直播 不是直播啊那個 串流媒體 串流影音啊 一個月可能199吧之類的 迪士尼的啊 迪士尼家 是不是迪士尼家我們家有買啊 小朋友會看 我從來不看 我的手我的平保上也有裝啊因為那個好像可以給好幾個人帳號用吧 那個上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五六十年前的那種迪士尼卡通 都是經典的那種卡通什麼 白雪公主啊 灰姑娘啊那一種的 不是什麼101中國 不是小時候看的嗎 這可以點幾吧 可以點幾 那玩起來 我今天玩了另外兩款放置掛機 玩起來比這款好玩 看起來比這款好玩 都是有組隊的啦 那今天玩的都是直立式的啊 好這邊有弱賴克 加buff有沒有 不知道這個buff可以持續多久 有沒有顯示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在哪一關啊 關卡五 東洞居友 然後這個是 金怪 三才 什麼隊長 十年蘿蔔金 他好像就是一直打怪 然後這邊有三十分之九 三十分之十 可能會有個boss戰吧 這個是提升的一些buff buff可能都在這啦 他可能有一個時間有沒有 好 時間到很就不能用 奇遇 我45等了喔 太誇張了吧 45等 好我們又玩了一個 超經典的一個動漫 1961年 My God 他有幾集啊 應該是電影版吧 皇后上下兩集是不是 上集是1961下集是1964 好吧 這個也算是有歷史的動畫 小時候一定看過 我們應該是看過 我應該是看過但是已經忘了 因為以前電視會演 以前都是看第四台嘛 實名認證喔 我用九個帳號 九個帳號有實名認證 已經認證過 目前為止只有我們悟空嘛 蘇悟空 沒有其他的隊伍耶 就沒有那個 八戒啊 沙烏鏡啊 還有師父啊 唐生啊 這個應該是線上獎勵 一個一個來看 一個一個來看 我現在62等了喔 也太誇張了吧 生命 靈力 銅錢 元寶 鉤玉 鉤玉應該是紫鑽石吧 好30了 有個boss 宜山大王 宜山大王 打幫他打幫他 他44級 絲駝什麼的 被這個擋住了 被這個擋住了 音樂應該沒版權吧 草草的人 有點吵 傷害減半 元寶發現 直接打boss喔 100級boss的挑戰 這隻不知道是誰 一個烏龜 龜仙人 沒有他就是一個烏龜 咖妹啦 咖妹咖妹 咖妹咖妹好啊 我也不好意思說 他就一個點擊掛機啦 你可以自己點 等一下兩分鐘就把他幹掉吧 這邊有個事件 好我們現在是在南洞居 這有點小 我覺得他的 整個 整個界面有沒有 圖比較小 然後字也比較小 這邊有一些活動 就畫面太小了 因為直立式你還把他弄那麼小 這邊有夥伴系統是不是 零寵 問題是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然後關卡 主線光卡 登天之塔 陰巢地府 後山秘境 角色 灰劍加點 就加力量敏捷體力 精神 我戰力14萬 然後包裹 應該是可以裝備啦 有個上升的圖案吧 上升我們給他穿一穿 一個綠色上升 然後這個白裝有沒有 一件出售 然後三層 月卡 終身卡 這人民幣啦 人民幣我們沒辦法出售 就玩好玩的 試玩而已啊 好如果Live 離線最多12小時 然後月卡的話最多24小時 OK 然後這個是簽到吧 第一天簽到 摩扎第7天給摩扎 摩扎應該算夥伴吧 好可以聊天了 我還以為他沒有社交系統 我還是有人在聊天 我覺得他的介面太小了啦 整個字體啊 然後整個UI 設計太小了 我是有這個感覺啦 看人看人 我現在抓狂了是不是 他自己打 打好快喔 我剛剛可能都要點了什麼 buff有沒有 這邊可能有一些 攻速喔這個啦 攻擊加速200%這個 他就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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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一個等確時間嗎 時間到就沒了 好我75等 現在沒有神通耶 不能用技能就是普攻 就打起來有點 機械化 就是一直這個動作有沒有 沒有其他的動作嗎 就是 橫擊呀 揮擊呀 跳擊呀 或是用戳的啊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我如果是那個企劃 我覺得那個 多點動作 不要這麼單調 這個就有點單調 我會跟企劃說這個太單調了 但這不是這個已經上市了嗎 我們講了意見人家也聽不到 只是說我覺得太單調了 很快就膩了啦這個玩法很快就會膩 然後他好像沒有一個主線 沒有一個主線說要你幹嘛幹嘛 升級呀點擊呀幹嘛沒有 就你要自己弄 然後夥伴你還沒趕快出來 好出來了 那你怎麼沒有跟我講一下 雪靈 什麼時候拿到不知道 就在這裡啊 他能幹嘛 他能加攻速還有加暴擊率 他就是一個增加屬性的功能而已啊 這個靈寵只是增加了嗎 銅道 銅道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像挪杀那一種 還有法寶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這個遊戲 我覺得蠻單調的 比較單調一點 跟那個韓國的一些方式掛機比起來 甚至是跟一些大陸的一些換皮手有比起來 這款就 玩法比較弱一點我覺得 雖然是一個 動漫IP 中國的動漫IP 1961年嘛還有1964 大家應該都還沒出生 如果那時候出生的話 寧靜六十幾歲了 寧靜 六十幾歲了一個 老伯伯 老伯伯 很厲害 還在玩手遊 超強 老伯伯 頭目挑戰 火眼晶晶 元寶掉落 OK 那就是一個 Logolike 三選一讓你去刷 讓你去用 有buff 好我們已經第九關了 然後 等級81 不知道要練到幾百等啊 這個遊戲 好 那就先到囉 想玩的人我會把下連結放影片下方資訊兩位 不過你要有 賬號啦 死命認證 畢竟這是中國的遊戲 好的我是漢魔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